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本讲的主讲老师陈博航 现在我们进入本讲的第一小节 简介部分 在本小节我们会对一些基本概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知道科学知识是我们现代社会主要的知识形式 大学生进入大学多数会选择一门具体的科学 比如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或者是建立在这些科学之上的工程类学科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一般指的是实证科学 里边包含各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但不包含人文学科 实证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研究者必须将研究对象客体化 这里的所谓研究对象既包括物理学里边讲的基本粒子 也包括化学里研究的高分子 还有生物学里边的细胞 还有更大的社会科学里边讲的社会机构 经济现象和政治共同体 最后还包括人类的心理活动 以及社会上流行的思潮等等 这里所列举的研究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外在于研究者的 所以研究者为了研究他们而发明的理论正确与否 必须经由对他们的观察和预测进行检验 这是我们实证科学最大的特点 现在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 科学知识的分化已经进行到相当的程度 各个学科的专门化程度已经非常之高 在一个学科大类 比如生物学中 一个生物学家可能完全听不懂另一个生物学家在讲什么 但是我们注意 这种分化的发生也就是最近200年的事情 而这个分化的最关键阶段正是19世纪 19世纪初是这种分化开始发生的时候 到19世纪末 这种分化已经接近完成 所以我们讲19世纪是实证科学全面兴起的一个世纪 现在的任何一门实证科学 如果要追溯自己学科成型时期的英雄人物 19世纪应该是最多的 最后 有分化 那就一定有综合 我们使用分化这个词 那么就意味着19世纪以前各个实证科学 在某种程度上是综合在一起的 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 其实不仅实证科学是综合在一起的 19世纪之前的哲学家多数还喜欢把伦理学 甚至神学等人文学可以拉进来 而这样的一种综合性的知识形式 在19世纪之前被称为哲学 追求这种知识形式的最好代表是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 黑格尔在19世纪初颇为活跃 他凭借自己惊人的智力和广博的知识 试图综合我们现在所说的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甚至人类学等一切学科 想把整个世界统一在一个复杂的逻辑体系之中 不过提到黑格尔 现在不少人可能非常喜欢嘲笑他 认为他对数学和物理学的理解是非常初级的 这种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 但我们要注意 黑格尔式的追求是当时学者的一个普遍的做法 牛顿的大名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牛顿比黑格尔大概早了100年 而其实呢 牛顿也想综合一切知识 可牛顿只是在当时的自然哲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按照黑格尔的设想 牛顿综合了自然哲学 他要模仿牛顿综合精神哲学 进而综合人类一切知识 另外 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一个人物 黑格尔同时代的大物理学家法拉第 在电磁学方面的成就 就有很明显的当时自然哲学的痕迹 如果我们在当时去跟法拉第学习 他不会只教我们他在电磁学上的发现 他一定会拉着我们说 电荷磁只是自然界更本质的东西的某种表象 而这种更本质的东西 能够综合更多自然界里看起来完全不同的现象 不过 19世纪实证科学内各个学科的兴起 无疑昭示了黑格尔式努力的破产 即便智慧如黑格尔 也不可能跟上人类知识的所有最新进展 但这里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讲 哲学不是破产了 而是实证科学从哲学里边风化了出来 然后 19世纪之前的哲学 一般会区分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很粗糙的讲 自然哲学是研究自然的 而精神哲学是研究人类精神的 而19世纪的风化之后 自然哲学理所当然的变成了自然科学 而精神哲学的一部分变成了社会科学 另一部分变成了现在的人文学科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一起 就组成了现在的实证科学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 接下来我要大致介绍一下 实证科学在19世纪全面兴起的情况 由于时间有限 这个介绍毕竟是非常简单 并出现条的 好了 现在第一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